24歲女人懷疑到飛鵝山行山期間 失蹤超過3天 警方和消防繼續搜索 暫時未有發現 大批警員到飛鵝山一帶山頭搜查 民安隊、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到場 失蹤者石洛橋的家人也在場 據悉石洛橋間中有行山 上午大約11時一度有消息說 在山上發現一具屍體 其後呈清只是尋獲匯包和封衣 初步相信不屬於失蹤者 石洛橋上個星期四離開石劍美住所後失蹤 當時穿綠色的外套 背著青色的背囊 家人第二天報警 其後見到有人在社交網站說 在飛鵝山一條行山徑 發現懷疑屬於失蹤者的帽子 警方和消防中午過後交代搜救進展 警方人士電話最後出現的位置發射站 是位於太子道東714號捷徑工業大廈的發射站 時間是4月17號8時19分 早上8時19分 其實直至現時為止 整個飛鵝山的行山徑 我們都行過的了 但是可能有一些叢林裏面 直升機都未必看到的位置 我們正在重點搜索 而在它發現它的隨身物品的位置 鵝肚棧附近 也都會重點派出多隊的搜救隊進行搜救 我在這裡呼籲各位現證上山 協助搜索失蹤人士的熱心市民 不要再上山 因為山勢險要 有機會帶成危險 尤其是一些航拍機 會有機會阻礙我們的搜救行動